- 绝大部分早期我们才开 因为其实甲状腺平常小小的一个在这边 可是如果是甲状腺抗击有时候 它那个血流会非常的丰富 丰富到很容易出血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从脖子这个地方正开进去 然后再留一小部分 预计会留个两三gum 甚至到五gum 一边留两gum左右 留大概是这样子的分量 然后希望能够维持它甲状腺功能的存在 就是希望它甲状腺素是 在它的日常分泌是在正常的量里面 所以它的伤口通常是会在正前方 手术这件事情到后来也比较少做 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脖子这边的疤痕 其实还是会有顾虑的存在 一般传统的方式前开以外 这个伤口当然就是比较大一点 另外就是用隐藏式的伤口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从腋下 把这个地方打开一个空腔之后 用内饰镜的方式去处理 锁骨这附近会再多打一个 大概0.5公分的可以放内饰镜的针孔在那边 帮助我们做手术治疗 那会有要全部切除的状况吗? 基本上当然是有可能会有全部切除的状况 但是这个通常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说 这个是不是有甲状腺肿瘤的产生 然后特别是说如果我也怀疑这个甲状腺肿瘤 有可能是恶性肿瘤的话 那我们就会考虑做甲状腺全切除的部分 其实我们甲状腺有两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式手术的话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神经损伤 我们在气管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喉反神经 那喉反神经它如果受伤的话 身带就会麻痹 它左右各一条 左边受伤就会左边身带麻痹 两边受伤就会两边身带麻痹 两边身带麻痹就会造成呼吸困难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呼吸 所以两边的身带麻痹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那单侧的身带麻痹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听到以前老人家会说 开脖子的手术开完之后 就声音沙哑讲不出话来 所以现在我们有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想办法要去保护所谓的喉反神经 那以前我们喉反神就是用目测 当然现在有比较新的方式可以去处理 这个是喉反神经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出血的问题 那甲状腺它本身是一个血流很丰富的器官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好好的控制出血 第一个手术的视野才会干净 我们才能安全进行 第二个如果出血太快或太厉害的话 会影响我们手术的进行 而且会造成病人生命安全的问题 甲状腺的出血这件事情 特别在手术之后我们很担心的 刚新进的住院室我们会特别教他说 开完甲状腺的病人 你一定要观察他 半夜如果病人说 脖子不舒服 痛甚至呼吸喘 整个肿起来了 你要做一件事情 赶快把它伤口打开 然后赶快把这个血块清出来之后 你才不会压迫到器官 喔 好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